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慈气垫定当中 关于两岸故宫所藏的这个 斗彩三丘碑的这个对比 好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个两岸故宫所藏的这个 橙化三丘碑的这个对比 那北京故宫的呢 这一对这个三丘碑呢 是孙英周先生这个 他这在生前的时候 他捐献给故宫的 当初他是花了好几颗金条 好 这个买来的 然后最后他献给了故宫了 那台北故宫的呢 是清宫就藏的 带过去的 他们的这个高度呢 差不多 这个北京故宫的这个呢 稍微矮一点 这个是 它的高度是3.8 然后它的口径呢 是6.9 那台北的这个呢一个是4.2 拿一个这个鞋啊 这看不出来 拿红的鞋吧 4.2 一个是4.4高度 然后口径呢 都差不多是6.8 6.9这样子 这个整体的这个气形呢 是这个撇口的 然后深浮啊 然后下面呢 到下面是收紧 气形特别漂亮 小巧玲珑 然后呢 胎体特别薄啊 非常轻盈 加上这个豆彩 成化时期所用的这个清料呢 是这个平等清 特别淡雅啊 呃 画的呢 这个无论是草啊 还是这个山石啊 还是花啊 非常的精美 然后蝴蝶呢 画的也特别的漂亮啊 然后呢 有的蝴蝶是用甜的黄彩 有的是用这个叉子 北京的这个呢 这是叉子啊 这个也是叉子 哎 把这个蝴蝶啊 这叫覆盖上 这是台北故宫的 我们看他画的这个 花 草 蝴蝶啊 画的非常的精美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这是台北故宫的 我们看他这个有甜的彩 啊 看有叉子 然后黄色的 然后还有红色的啊 画的花蕊啊 非常漂亮 然后呢 胎呢 整个这个看他底足呢 是露胎的啊 没有湿釉 然后呢 是糯米胎啊 修胎也修足也特别的漂亮工整 然后呢 整体的釉水呢 特别的银润啊 非常的肥厚啊 这银润 真的是温润如玉啊 你看大家如果有玩这个 何天玉呢 就能体会到 什么叫温润如玉啊 然后是六字双行的 大名成画年制 楷书款 外加双全框啊 青花呢 都已经下沉 年头太长了啊 四五百年了啊 看这是另外一支的啊 画的这个 非常淡雅啊 看这个叉子呢 这一色呢 是成画斗才里面所独有的 那后世呢 怎么仿也没仿出来 至于是什么原因 有一些这个研究人员认为 可能是他这个颜色呢 当初还是比较漂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他就变成了这样子了 也有这种可能啊 但是呢 具体是怎么样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啊 一个确切的说法啊 这也是他的这个底足 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啊 修修修也特别工整啊 这就是孙先生 捐给故宫的啊 他这个叉子也非常的漂亮 他的这个呢 为什么他这个好像感觉 这个这个幼水是白中闪青呢 他他会有白中闪青 也会有这种啊 白中略微的 有一点点发黄 一点点啊 但是他要对光照的时候 他会有若红色啊 这个是他的特征 但是他通常这个 台幼都是非常洁白的啊 那这个呢 这个使用的呢 比那个台北那边的那个 使用的要狠得多啊 这说明他这流入民间以后啊 这个相对来说保存的还算比较好 但是呢 还真的是啊 有这个使用痕迹啊 台北的那个相对就是 没有这么啊 使用的这么狠啊 因为一直都受到历代的这个追捧 所以呢 就不会说的是 只是这个把玩呢 欣赏了啊 并没有去真正实际使用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 以往我们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 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